哈喽,芒果们,大家好呀,欢迎收看卡蒙电影,我是小卡 今天小卡给大家介绍一部小成本悬疑电影《陆地空谷》 话说呢,在欧洲的一个不知名的小镇上生活着我们的女主一家 女主角友荣是一个五官精致的妹子 由于当地的经济情况不好,平时的她只能在矿场打工 友荣的母亲早已经去世,父亲也因为杀人案而被关进了监狱 所以现在她身边唯一的亲人就是自己即将成年的弟弟二狗 二狗一天到晚不学好,就知道泡妞把妹瞎晃悠 总的来说,友荣的生活真的好难呀 好在友荣有一个喜欢她的对象翠芬 这天呢,二狗又因为在外面和别人打架而被抓进了警察局 好在二狗尚未成年,警察教育了二狗一顿,就叫友荣把人领回家了 另外有一点不得不提的是,警察里面有一个友荣十分样好的朋友胡渣男 这也使得二狗出入警察局方便了许多 这天晚上,二狗和女友小丽还有朋友狗生一起出门玩耍 二狗和小丽玩耍结束后,跑到小丽家里做起了广播体操 两人的热乎劲刚进行了一半,小丽的父亲老丽就回来了 二狗骂道,什么,他这个时候不是应该在打保龄球吗,怎么会回来 冲到房间,老丽看到自己辛苦一样的白菜居然让二狗给拱了 上来就对着二狗一顿打 画面一转,第二天一早,当地警长带着手下胡渣男来到友荣家里找二狗 说是二狗杀死了老丽之后,前逃了 由于友荣并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警长也只能问了一些简单的事情之后就走了 友荣从胡渣男口中得知,小丽已经跑回了母亲翠芬家里居住 而且老丽是接到了一个神秘电话才气冲冲的赶回家的 没错,友荣的老情人翠芬正是自己弟弟的女朋友的妈妈 也不知道弟弟要是和女朋友结了婚 该管友荣叫姐姐还是叫肌肤呢 友荣来到翠芬家里询问昨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是也没有问出有关弟弟的任何有用线索 事后呢,友荣决定依靠自己的努力把弟弟找回来 友荣来到案发现场,找到了一个破娃娃 经过调查得知,破娃娃是劳力那天去打保龄球的时候 保龄球罐的值班人鼻桓女的前男友人称小混混的东西 于是友荣准备再从鼻桓女下手找到线索 但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正是友荣的父亲当年所杀这人的妈妈眼镜女 眼镜女对着友荣一顿口吐芬芳之后就走了 友荣找到鼻桓女后,鼻桓女告诉友荣 那天晚上打电话给老李的就是小混混 他之所以不敢告诉别人这件事情就是不想惹上任何麻烦 很快呢,友荣来到小混混家调查 谁知一进门就发现小混混早已经领了喝饭 而这时候警长也带着活渣男赶了过来 这一脚好了,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 友荣只好从后门逃跑,离开小混混家 不过友荣的车却被警长发现 至此友荣也陷入了杀人风波 逃跑路上,友荣遇到了和弟弟一起玩耍的狗圣 并从狗圣口中得知,原来鼻桓女早已经知道了他们藏身的所在地 友荣再次找到鼻桓女 鼻桓女告诉友荣,其实狗圣和二狗就躲在附近的一处森林里 跟着这条线索,友荣连夜驱车来到森林找人 结果找到了被二狗开走的牢里的车 友荣在车里睡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就开始继续找人 结果在森林发现了已经凉头的狗圣 更可怕的是,还遇到了一个神秘人的喜剧 友荣受了枪伤一路逃跑 躲在路边发现友荣正开着一辆红色轿车追赶他 不过由于车子跑得太快 所以友荣并没有看清对方的长相 受伤的友荣在森林里遇到了母亲生前的好朋友 在对方的帮助下,友荣得到了救助 身体恢复后,友荣从胡瞻瞒瞒里得知 原来真正打电话给老李的并不是叫混混 对方只不过是为了故意激怒老李打二狗 好把二狗抓起来罢了 想来想去,唯一有可能做这件事情的只有小情人翠芬了 因为翠芬已经和老李感情破裂 他想要把女儿的抚养权从老李手中夺过来 而且友荣还发现,那辆红色的跑车 其实就是之前那个眼镜女儿子的 看起来很有可能是眼镜女为了帮自己的儿子报仇 才陷害她和弟弟的 了解到这一切之后,友荣准备好一切开始反击 其实来到眼镜女家里逼问出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那天开车的是警长 而之前的这一切都是警长干的 警长之所以这么做,就是因为他和眼镜女有一腿 那个被友荣父亲杀死的孩子就是警长和眼镜女的孩子 看来警长这时回来向友荣他们一家复仇了 这时候友荣意识到警长肯定不会就此把手 为了杀人面孔抹出一切证据 他肯定会对翠芬和小丽出手 友荣急忙联系上胡渣男赶往翠芬家里 结果友荣和胡渣男刚到不久就遇到警长 这时候警长也不藏着掖着了 直接拿着枪对着两人 并说到那天晚上他其实是想杀死二狗的 没想到老李当了铁罪羊 关键时刻小丽出现拿枪打伤警长 警长负伤开车逃跑 友荣拿着枪连忙追了过去 对着车里就是一枪 故事的最后二狗终于也被警方找到 好在平安无事 友荣为弟追凶的故事到此结束 本片是一部只有一个小时左右的小成本悬疑电影 但是剧情可以说是相当的紧凑 人物关系也是相当的复杂 一点都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对于这类小场面的悬疑片 个人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 喜欢外国悬疑片的小伙伴可以看看 好啦 今天的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卡 喜欢记得关注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